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道每年这个季节家里都会常吃的一道小菜 小炒扁豆,简单又美味,一起来看一下 准备扁豆适量,掐头去尾,清洗干净 准备猪肉适量,切成薄片,放碗中 配料有一根红椒,葱,姜,蒜 扁豆最好准备嫩一些的,这样炒出来口感会更好 斜着切成细丝 把红椒从中间这样对半切开 去除里边的籽 斜着切成细丝,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开火了 热锅放入稍稍多一些的植物油 热钩凉油,下入肉片,翻炒均匀 炒至肉片变色以后,加入少量的老抽 把它翻炒一下,给肉片增加一下底色 然后下入葱姜蒜末 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调料炒香了以后,改成大火 下入切好的扁豆丝和红椒汁 快速地把它翻炒均匀 要稍稍地多炒一会儿 炒出扁豆里面多余的水分 炒至变软,然后我们来调一下味 加入少量的花椒粉 适量的盐 鸡粉 再来一点生抽 再快速地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装盘上桌了 这样一份家常小菜 小炒扁豆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